我們現在想要把LED點底症跟這個伺服馬達接在一起 雖然LED點底症沒有辦法用三位數 但是我剛剛講的 你可以用圖形 也可以做動畫 去代表說他現在可能的那個區間 比如說比較近 你就用類似像音量線有沒有 我們那個視覺化的音量線 喇叭不是也有那個高低嗎 也可以用這樣做啊 反正你做成動畫或者是圖案都可以 那我們就照這個方式來接 你可以先把你現在手上的這個 這邊我們剛接在這裡對不對 你可以先拆開沒關係 好 先把它拆開 我們先把LED點底症先解決 所以我們剛剛怎麼做 你不用先插進來 先插五條公公的線對不對 你先插五條公公線是不是先插進去 你比較好做 好 所以你找五條公公公的線 如果你線不夠的 我這邊還有公公的線 找五條 你先把它插進去 好 我現在已經把五條先插進來了 好 我現在已經把五條先插進來了 所以我各位應該有發現 它是必須要三根 那一個是不是VCC 紅色的這個 一個是GND 是不是這個 棕色的 所以我等於有兩條 是不是要跟它共用 一個是VCC 一個是GND嘛 所以來 你把這個 我就先插進去 假設我照這樣 第一條藍色的就是我的VCC 黃色的就是我的GND 所以呢 我把原本四伏馬達上面的這兩根 紅色的 有沒有 紅色對過來 我這邊也是紅色的 我就把它接上我這邊的VCC 就是接在藍色的這個後面 好 有沒有 我現在接直接在藍色的後面 那麼我的棕色 我對到這邊之後 我用的是黑色 這是GND 所以我就把這個GND 接到我開發那個麵包板上 黃色的後面 當然因為每個人選的顏色不一樣 所以你不用說 一定要跟我一樣 就看你自己的 有沒有 這樣我兩條都接好了 兩條接好之後 我現在就可以真的 把這個什麼 LED點矩陣 我就把它插上去就好了 就照著你的腳位插上去 那最後我們 就是要把這些線 是不是要接到我的開發板上面去 對不對 好 所以我們呢 在這邊你可以來看一下 好 我們剛剛四伏馬達 四伏馬達 我們是不是接在00 所以我現在是這個橘色的這一條 橘色這一條 我就把它接在 我們開發板上的00 OK 00有了 好 這樣四伏馬達就接完了 回到我們的LED點矩陣 藍色的這一條是VCC 所以我就接到這邊的VCC 黃色這一條是GND 我就接到這邊的GND 接錯 接到公母 好 這邊我把它接到這裡的GND 各位有沒有發現 接線 東西接越多好像線就越來越複雜 哎呀 真的啊 好 有了 然後接下來它是三個訊號線 所以就到這上面16 14跟5 所以我就找16 跟我們剛剛接的方式不一樣 但是我講過那個角位沒有固定嘛 其實你是可以自行選擇 好 我的16是紅色這一條 我把它接到16 16 16 16在哪邊 在這邊 在這邊 好 這裡的16 接著這一條棕色的14 最後這一條黑色的 是接到另外一邊的05 好 這樣我就接完成了 越來越複雜 先檢查一下 確認一下 看看這樣有沒有都接對了 如果沒問題 你就可以把電源插上去 其實我還喜歡玩這個是因為 這個東西真的就會拆來拆去 所以你都隨時有機會可以重新練習 因為我們比較怕的是什麼 接好了就通通不動 然後就放在那裡 當然你要做作品是這樣子啦 可是如果可以的話我通常還是喜歡拆開啦 拆開的話你再用個好一點 如果你這樣接好了 我們一起來試看看 這個在哪裡呢 你可以進到我們的80頁這邊 我們剛剛這個你就不用再重新寫沒關係啦 我這裡先只有顯示一個什麼 因為我做一個測試嘛 所以是不是顯示一個笑臉在這裡 對不對 顯示在這邊 那如果呢 你要 其實你剛剛已經有寫了 你可以直接用 因為我這個是不是有留在這裡 對不對 我剛剛不是那個四五馬達那個我沒有拆掉嗎 可是腳位現在不對喔 有沒有注意到 16 14 跟05 所以你的一定要設對 好 那 如果你要把它顯示出來 100 我可以在這邊去顯示 顯示 顯示 在這裡 也就是你轉動的時候 我就來這邊顯示 請問這樣行不行 可以嗎 對不對 我顯示在下面 但是這個不一定要笑臉 好 從這邊 如果你要設定個區間 比如說它大於100 我就笑臉 小於多少 我就酷臉 那你就要搭配我們的什麼 是不是有一個邏輯判斷 如果怎樣就怎樣 我用這個好了 因為我們沒辦法顯示三位數嘛 所以我從這邊 如果 如果 什麼條件 我要有兩個 這樣子 你也可以直接只有否則啦 就是不 比如說一個向右一個向左 我單純一點好了 否則跟如果就好了 這樣可以嗎 那到時候我會顯示一個 右邊一個左邊 好不好 用箭頭嘛 好 你看如果 什麼條件呢 在這裡 如果 大於90 什麼大於90 是不是拉霸這個數值大於90 我就告訴他 哎 麻煩你 這個 如果我大於等於90 應該大於90就好了 因為90 90就不要 我就 大於90 90是一個數字 你來借用上面也可以 或自己加 都可以 如果大於90 我的圖形 就來顯示什麼 顯示一個向右的好了 表示你是向右邊 箭頭 有沒有 向右邊 那相反的 我就顯示 向左邊 向左邊 這樣可以嗎 我單純一點 那我們就來測試看看喔 點進來 好 我們在這邊 把這一下 還有動一下有沒有 好 現在呢 現在是這樣子 那如果我的數值 我拉動一下 往這邊 有沒有顯示一個 向右邊的圖案跑出來 對不對 我如果 往左手邊 有沒有 它就顯示另外一個圖案 這樣子是不是 互動性就比較多 雖然我們不能直接 顯示它的數值 可是呢 沒有關係 有沒有 這樣是不是就像 我們好像 做這個車子的方向指引 也是一樣 或者你們 門的一個指示啊 這樣 也很好用 這樣有感覺的嗎 可以齁 所以 讓大家今天 這樣玩很多 累不累 很累齁 但是沒關係 你會覺得這樣 還蠻有成就感的吧 一天就可以玩那麼多東西 如果你真的有興趣 你也可以報名我們 下禮拜的 或者是明年 還會有機會再開啦 明年應該 二月份的時候 會有機會再開 你有想參加 就是利用禮拜六 或禮拜天的時間 應該是禮拜六吧 可能是全在禮拜六的時間上 有興趣的 就可以來玩一玩 好不好 OK 那我們今天就上到這邊囉 謝謝大家